對於這個西布特羅的這個事件 我們在第一時點的時候 就在台中市政府發布了這個訊息以後 就開始的展開 從飼養場所、屠宰場所到分割場所 甚至是買場還有實驗室相關的這一些調查 那目前已經將近900件的檢體的檢查 都是沒有發現含有西布特羅在內的這個瘦肉菌 而且台中市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看法也一樣 就是說這是一個單一樣品的檢查的事項 就只有在台中市政府的檢查發現有西布特羅 所以我們也特別請衛福部的這個專家學者委員會 來做進一步的這個調查 那這個調查的結果我相當的公正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尊重專家委員會這個調查的結果 那我在這裡要再強調政府一向對於食品安全的相當的重視 所以對於這一個單一事件的檢查 我們還是來相信學者專家委員會所做的這個結論 而這一次立法院要求我們對蔡政府在這八年來的食安的作為 做一個報告 那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那相關的書面資料昨天已經送到了立法院 那最主要的呢我是要向立法院還有全體國民報告 實際上在2016年以前 因為國內發生了很多系統性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所以在2016蔡政府開始執政以後呢 我們就推動了這個食安五房的相當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呢 使得很多系統性的食安個案呢 都變成了個案型的這個食安問題 所以在這八年來我們確實在食安上有很大的進步 我想國人可以歡心 讓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繼續精進 讓食安的這個問題 可以更加的完美 然後讓國人都能夠安心的來使用台灣美好的食物 謝謝